前情提要,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在過去十幾年間花了非常多的國科衛意預算做了很多專案 收集了這麼多的語言資料庫 那通通都在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學會 這個頁面是我剛剛就是一分鐘前抓的圖 他們的網頁真的長這樣子 這不是2000年的網站,是現在的網站 這些資料庫的問題在哪裡 他們就是售價由500塊到10萬塊不等 全部都是限制非商業性使用 所以在過去,如果你想要在台灣做AI相關的開發 語音辨識的AI的開發 你無所選擇,你只能跟他們買 然後買了之後,你還得要違法的使用這些資料 因為都是非商業性的 好,那聽說政府釋出了400小時的資料 而且是國外的,就是有個 我們在Mozziah在國外的一個工程師就寄信給我說 我聽說台灣的政府的院長 想要釋出某些中文的資料 那現在狀況怎麼樣子 然後我就搜索了一下 欸有耶,就是2020科技大擂台與AI對話 這個活動 有好多新聞喔 新聞說科技部推動AI創新 什麼什麼什麼推動AI科技大擂台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政務次長說 這個活動的目的是要釋出資料 然後鼓勵大家就是開發AI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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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後我就去查了一下這個 欸,這新聞講 科技大擂台開大科技部釋出資料 然後我就去去了一下他的網站 然後主辦單位是科技部跟高速中心 國家實驗研究院的高速中心 然後後來那個外國人又E-mail跟我講說 欸,Audrey講說 Audrey講說 這些資料是TWOGDL1.0耶 就是可以跟CC BY相容 所以我說好,那我來查查看 然後我就查了一下 就找到這個千呼萬喚的語音資料集 終於上線啦 然後下面就是下載方式 欸,重複了,不小心的 欸,按錯了 好,然後我就Google了這個名字 科技大擂台,找到資料集 真的有資料耶,好多,超多的 有七八個ZIP檔吧 然後總共有四百小時 很棒,四百小時 我們現在Common Voice推廣了兩年的時間 從去年六月開始錄音到現在 只有四十小時 對,所以我們一年可以錄二十小時 那政府一次就釋出了四百小時 超級棒 理論上我們如果有一千小時的語音資料 就可以做出跟Google一樣 搶的語音辨識的那個模型 一千小時 每一個語言幾乎都是一千小時 而且這資料超棒的是 授權是MOST完全公開 然後點進去看一下 MOST完全公開是什麼 就是政府資料開放授權1.0的條款 那這條款等於是Royalty Free的意思 就是沒有任何使用限制 也沒有商業限制 很棒 但是需要申請審核 那 好吧,那我就去申請試試看好了 因為他們國外工程師要來申請 還要看懂那個中文 我就想說那我幫你申請一下試試看好了 然後 你知道申請有多麻煩嗎 就是麻煩到他們還附了一個 就是無痛使用教學 教我們怎麼申請這筆資料 然後是一個投影片 是一個簡報檔 然後有十幾頁吧 然後 然後我必須先去申請高速中心台灣31號的高速電腦 超級電腦的帳號 我才可以申請這筆資料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我要下載語音資料 還要有超級電腦的帳號 不過沒關係,反正就申請了 然後 之後我就點進去那個申請資料的頁面 然後他就說如果我要申請的話 就 就必須視為同意以下條款 然後我知道這個投影機這樣子大家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中文的 其實還是看不太清楚 就第一行最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申請你就同意 使用者得無償資本資料庫下載 開始這些資料作為非營利資研發目的使用 那 這就奇怪了 剛剛那個資料集的頁面上面 不是寫說是MOST完全公開 然後是OGDL嗎 然後這邊怎麼又叫我要同意 我要非營利使用 然後要學術使用 不得營利目的 怎樣怎樣 也不能分享也不能移轉 也不能什麼什麼都不行 那我就寫信去問啦 那 因為 因為就是 就是我就寫信去問主辦單位 然後我就同時CC了 Audrey 對 因為是他介紹給對方的 他介紹就是國外的工程師的 所以我就CC他 然後就說 欸 在Legally來說 如果同時 某一筆資料 同時有兩個資料授權 那就是Dual License 所以就是我可以選擇說我要用哪一個授權 Legally來說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就說 不是喔 這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狀況喔 因為那個申請的頁面上面要我 說如果我要申請 我就必須得同意第二個授權 所以其實任何申請者都同意了第二個授權喔 我們都同意了就是不能商業使用喔 然後最後就是對方終於回信了 就經過了一天的時間 主辦單位終於回信了 就說 欸我是科技大雷台的同仁 在此向你說明 等等等等 後面這邊條款是一模一樣的內容 就是說欸 經過該語音資料授權 與授權方的要求有關 經過法務確認 條款如下 如果授權了 如果使用之後 你必須要無償使用費盈利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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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說 感謝你的意見 我們在資料集的頁面上 也已經把那個MOST 改成其他非共享授權了 所以 重點是這個比賽已經辦完了 從頭到尾 他們都搞錯了資料授權 他們把一個不能 不能用就是 OGDL授權出去的語音資料 用OGDL授權出去了 然後 得獎的那些商業公司跟研究團隊 也都下載下來用了 然後 大家就默默地用 然後大家都有發現 就是申請過程中 有雙授權的問題 有雙授權衝突的問題 沒有任何人 有講 沒有任何人就是 出來問這個問題 然後 最後就是 我們就繼續回信說 不行啊 你這樣子就是授權有衝突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些已經在使用的商業公司 不就被你們陰了嗎 到時候 試出產品 那個產品不就變非法的嗎 然後 然後 就 這個時候就收到了對方的回信說 欸 好 有收到回信 他原本就是要我 就是提供聯絡方式 他會說 他會用電話跟我詳細解釋清楚 就是問題在哪 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回信說 因為我們已經拉了很多第三方的關係人 在信裡面 請你就是 直接回信 大家就可以一起看 然後他們說 好 這是昨天收到的信 說有收到回信 這邊會用文字的方式向各位說明 所以 目前進度到這邊 昨天傍晚 最後一封信是到這邊 那我們希望政府單位可以盡快出來說明 對 好 那如果要參加我們的計畫的話 或者想要追蹤這件事情的最新發展的話 請到Ginney V Slack 寫線Random 那個Random的O是0 這樣子 謝謝 好 我們謝謝第四組 那現在 我們就